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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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焦点视频 翼龙支援机的时间 迎光幕见到翼龙师傅 Hello 大家好 师傅 买一买些广告 大家都知道 其实在我们焦点视频的网站上面 翼龙师傅的八字初班的课程 经已是给大家 随时随地是可以报读的 还在做一个限时的优惠 初班的课程 所以大家 即时可以在这个资讯栏 按连结进去 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师傅 今集我们又 给大家多一点资讯 除了八字 除了姓名课 除了电话号码之外 还有风水 是的 风水会说些什么呢? 风水来说 这一集我想跟大家分享 又是何之经 是 因为何之经 这个都是我们风水学上面一个 叫做是浓缩了一些资料 让大家很容易掌握得到 是 之前我讲过几集 今集想讲一下这个叫做 是什么呢? 就是何之人家致死来 停尸山在面前排 是 那是什么意思呢? 他意思就是 如果 你家屋前面看到的山 那个山就好像有一个 就是一个山的形状 是 是 是 就像一个人躺在地上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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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看起来就是一个人形的躺在那里 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我们就不喜欢的 是 我们叫停尸山 是 是 就是说很容易会导致到 看到这个山的家人 就有些喪事的发生 就是每天都看着有 有条纸在那里面前 没错 其实我们风水上来说 有很多种 其中一种 我们叫做形象感应 就是说你见到什么形态的东西 你会受到他的磁场去吸引 就会令到你产生那样东西出来 是 所以古时来说 我们不喜欢见到这些山 但是在现代社会 我们都很少见到山 是吧 在都市上面 都根本没什么山 在现实社会 有没有这种存在呢? 有的 大家可以看回图片 是 我写了出来的 那个叫浮屍屋 我叫他 很害怕 我安个名字给他 为什么呢? 其实这件事 若莫都已经有20年前的事 当年我被邀约去浙江那边去看风水 OK 那里其实是一个山头 整个山头 很漂亮 全部都是别墅 很多这些很漂亮的屋 我来远其中一间屋 见到这间屋 由远处望向去 我就觉得 很漂亮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间屋 我们叫做 收到财气的屋 本身 我便说 这间屋很漂亮的 叫人继续车我过去看看 谁知道我去到的时候 发觉 为什么有这么古怪的东西 大家可以看看图片 看不看到发生什么事? 门前 整了个水池 是呀 是呀 整水池没问题的 很多人都喜欢整个水池 是吧? 但是一般来说 我们整水池 大家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跟屋的门口 有一定的距离 是呀 千万不要这么近 如果这个水池 是整得这么近的话 其实这些很容易 家里已经是有 那些叫做 意外 喪事 死亡事件 那些发生的 是 所以我一看就已经 为什么搞到这样 其实自我破坏风水 真是自己破坏自己的风水 当然 它会不会无端端这样做呢? 我相信都不会的 都是有人教它做的 是 好了 看到上面有一块这样的石头 这个石头 我听闻 因为带我去看那人 认识的屋主 他就说 听闻就是这种 有人教他的 就说叫水龙 放一条水龙在这里 那就吸材了 他说像一条龙 我怎么看都不像一条龙 我怎么看都好像一个浮屍 就是了 像不像浮屍 所以我叫它做浮屍屋 如果你大海看到这种东西 你都应该猜到是什么 很不努力 一打开门就看到有件东西浮在你面前 还是很近的 你可以明显看得到 很近的 几尺就到了水池 是 那些水是死水来的 明显看到 你看看 旺暗旺暗的 是吧 不是活水来的 是死水来的 首先在风水上 我们不喜欢死水 死水是没用的 要么死水就是有些 譬如是 那些叫做什么 坏的事情发生 或者自己一些黑暗的事情 做一些 另外来说 他会臭的 臭了之后 就更加差了 他的运气会很差 是 所以当时我见到他有这种情况 我就跟那个客人说 我就预计他 我就告诉他 我就说 他如果这样搞 不出几年之内 家里一定有些血缸的事件发生 是 重则死亡 轻则都要重伤 这么大 是 是 好了 如是者 我就叫那个客人 说给他听 因为那个屋主他们认识 大家都是同一个山头的 所有业主都认识 都是那些有钱人 好了 过了几年之后 有一次 那个客人 带他这个朋友 到深圳 他就去深圳 就特意找我 要我来喝茶 见面 聊聊天 那些 好了 他就说 原来这一位 就是这间屋的主人 我说 我说 是吗 这样 其实 你有没有听到我和你的忠谷 他说 有 不过他就没有处理过 是 我说 后来有什么事发生 我便问他 他原来是这样的 自己就是包尼拉 应该死 对吧 应该死 是啊 一定应该死 包尼拉 其实这间屋 我们看门牌 看他屋的设计 水池 都會知道它是會犯桃花的一間屋 這些都是命中注定的 後來發生甚麼事 原來她的太太 因為知道她的鮑兒在外面 竟然是用刀 我忘記刀還是剪刀 我真的不太記得 剪了它 不是,就沒有剪 插了它幾刀 即是刀了它幾刀 好在進了醫院便能夠救 否則便便承認這間屋 便是浮屍屋 不知道會否到時殺了它 丟掉它到水池 就是了 所以我們在風水學上 大家要小心 尤其是 如果你是買樓的 找屋的 這個一定是要重點 就是看看外面外圍的環境 有沒有一些叫煞氣的東西 即是一些噁心的 不好看的 好像這個水池一樣 明顯你看到 我就覺得它一點都不好看了 如果這裏是一個大的 較為空曠的地方 可能種一些花花草草 鳥與花香 這樣便不同了 整間屋 所以在找屋的時候 如果你可以用一個大窗 正視看出去 看看外面會否有些東西插著你 有些外眼的物體 有些古靈精怪的東西 又或者左邊右邊都是 這個就叫外聯頭 我們叫外聯頭 外聯頭是很重要的 因為為什麼呢 我認為外聯頭佔的力量是最大的 看外聯頭才看內聯頭 即是再看房子 所以如果你說 現在因為香港我們買樓 都是投資到很大的錢 是新人的積蓄 是 那你一買了就沒得回頭 基本上很多時候 所以一定要小心一點 嗯 但是師傅我想請教 如果以剛才的圖為例 它的門口那個池 就有一條 即是鹹魚放在這裡 是 它最簡單的處理手法 是否就是先拿走那條鹹魚 如果拿走的話 應該就整個水池 所有東西都拆掉 因為你說過那些水是死水 第一是死水 是 第二是太近 水池不可以太近一間屋 是 現在有些很高級的屋 一走出去跳下去就游到水 是 那些其實不好的 我告訴你 哦 即是那些用來攪拌 嗯 嗯 所以就像師傅所說 始終在香港買樓 都是人生一件大大的事情 所以如果大家 不想做錯決定的話 不妨就可以聯絡師傅請教一下他 啊 好啊 好啊 下一集我們又跟易龍師傅 再講一下其他風水的問題 好啊 拜拜 拜拜